接著我們就要上所謂的輔打電池 輔打電池 輔打電池就是利用兩個金屬活性不一樣 然後讓它能夠產生電 中間要有一個可以導電的電子 讓它能夠導電 這個叫做輔打電池就是兩個金屬 以前舊課本有教兩種 現在課本只教一種 當它要教了星銅電池 可是在課本只教星銅電池的時候 連考年代還考過同銀電池 所以還是要搞清楚 到底誰是輔電池誰是輔電池 那個跟活性有關係 那我就會知道OK 這是故事啦 不知道這是八年的故事 這故事的寫法有 有不同的寫法 但基本上都有一隻青蛙 然後都有一個手術盤 都有一個把刀 就是這位大哥在做這個事的時候 發現我去碰他 那個青蛙腿會抽筋 會抽動 會抽動 然後當時已經知道有電 所以他就說 這個是電造成的 可是這位大哥賈法尼大哥 他認為這個電叫做生物電 是生物體裡面所產生的電 可是傳出去之後呢 福達大哥有不一樣的想法 他有做了很多實驗 他還把那個舌頭伸出來 上下放兩個金屬 然後舌頭會有一點點吃霧霧的感覺 可是這樣子也可能是生物電啦 那後來就找了一個沒生物的也做出來 就叫這個 福達電堆 他拿了新跟銀的板子 中間呢 放著泡著食鹽水的抹布 然後這樣子也會有電 這個就保證沒有生物嘛 對不對 保證沒有生物 那就表示那個電的來源不是所謂的生物電 是因為這個金屬而來的 所以要告訴你說 什麼叫福達電子 利用兩個金屬中間夾著可導電的物質 所製成的叫做福達電子 叫福達電子 OK 所以得到 那這得到一個能夠產生穩定電流的裝飾 我們能夠變合裝飾 就是我們要交這個 交這樣的東西 OK 然後呢 福達電子之所以會有電 就是因為兩個活性不一樣大 有人會得電子有人會失電子 金屬呢都會變成正的意思 可是怎樣 丟電子對不對 活性越大就越喜歡丟電子 那請問你我把電子丟出去 負電出去 所以我是哪一集 負電出去是哪一集 那你講說正極是正電流出 負極是負電流出 所以我把電子丟出去 所以我是哪一集 負極 所以我是負極 所以活性大的金屬會容易丟電子 失電子 所以它就是負極 剛剛講氧化它怎麼滿意 氧化 失電子叫做氧化 它發生氧化滿意 然後藉由電解質的作用 幫忙形成電流 負達電子的實用性不高 電流沒有很大 而且會死得很快 總快就會衰減下來 實用性不高 但是是要來講解電子原理的好範例 所以我們就要給你講解 等一下就用星銅電子幫各位講解 輔達電子的原理 然後這邊的考試都是背 就把該背的背起來 背什麼 背試電子 第一 誰是正極 誰是負極 誰放在正極 誰放在負極 誰當正極 誰當負極 第一 誰是正 誰是負極 背第一件事情 誰要接正極 誰要接負極 誰要當正極 誰要當負極 對 誰要當負極 這邊是電子 是誰當正 誰當負極 以後是電解 是誰要接正極 誰要接負極 OK 電解 所以誰要接 第二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正極發生什麼事情 負極發生什麼事情 負極發生什麼事情 正極半反應 那這兩個加起來叫什麼 全反應嘛 所以拔來這邊叫全反應 整個反應是什麼 整個反應是什麼 所以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好 等第二件事情 要備 第三件事情 那個裡面的質量增加還減少 容易的顏色變深還變淺 濃度是變大還是變小 理論上如果你會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你就應該知道 它的質量會增加還是會減少 應該就知道它的顏色會變深還是會變淺 你就應該知道它的濃度會變大還是會變小 所以理論上知道 第二個 第三個就應該知道 要不要知道 就是你要備的事情 好 版質的質量會增加還減少 容易的顏色會變色還變淺 濃度會變大還是變小 你要備要知道 要曉得 最後又是其他 有了電池有一些特別要提醒你注意的事情 其他 其他注意事項 這個電池有什麼特別要記的要備的事情 有其他 所以你就要備這四件事 我等一下就要教星銅電池 以後會教電解什麼電度 就是要記這件事情 哪四件事 誰當正誰在負 誰在正極誰在負極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深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是變小 還有其他注意事項 這就是你需要學會的事情 OK 希望你把該備的事都給我備好